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Corner of Hope的Ivy 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欢迎Ivy 你好 哈喽 你好 谢谢 好的 我想先请Ivy跟我们分享一下 过去是什么样的经历 能够让你们接触到像这样子的一个类别呢 我原先 我就是一个妈妈 全职妈妈 那我有四个小孩 那所以为什么创立Corner of Hope呢 其实就是起心动念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在带我的小孩的时候 我四个小孩都是接受蒙特索利的教育 特别是在跟老三跟老四 我们那时候在台北 有参加坊间的亲子空间 那在那个空间里面 其实他就是一个以蒙特索利教学为主 但是呢 是家长或是照顾者带着小孩进去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每一次去参加 大概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半左右 但是在那个空间里面 我跟我的孩子学习到了非常多的一些 互动 互动 然后在生活上上面的一些能力 那所以我跟我的孩子在那个里面 这个空间短短的这个一个小时当中 我们有非常美好的一个亲子的优质的互动 所以旁边的老师在看我们的时候都会觉得 哇 这个妈妈你跟你的小孩好像在谈恋爱一样 因为就我欣赏他做的事情 然后他也很满满足的 因为妈妈是这么样的全心全意的 没有在滑手机 我是陪伴是真的全心在陪伴他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怎么会有这么棒的一个地方 但是因为他这个收费是 其实如果你每天要去是不便宜的 那我里面心里面就有一个好大的感动 我想要让真的全台湾有生孩子的家庭 都能够有我跟我孩子这般这个爱的互动 一个爱的粉红泡泡的一个爱的产生的互动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教会的一个牧师就说 好有一个最角落的一个空间 你要不要来用呢 那我想说好啊 那我就从那个空间开始一个公益的亲子空间 那个时候就邀请我身边很多的妈妈家 一起带着小孩一起在我的公益空间里面 那后来这样也发现到这样的一个空间 能够让这个结合附近的一些社区的妈妈 然后甚至一个好像一个可以在台北市的一个地方 一个可以喘息的空间 后来人就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从2017年成立这样的一个公益亲子空间 到后来我们今年成立协会 目前我们已经扩展到有15个亲子空间 分别在台北跟中部 是 那我想请Ivy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过程中有没有遇到比较特殊 并且印象深刻的孩子 可以跟我们做分享 其实在这个空间 我们蒙特索利教育一开始 其实就为了一些特殊的孩子做预备的 做准备的 所产生的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空间 有一些跟我们合作的空间 有分享到 真的是有一些 在比如说好比说听障 或者在学习上面 有一些刚开始 爸妈还不确定 因为都很小 在三岁以前 但是呢 爸妈因为透过 可以来这样的公益亲子空间 他们可以更多的带小孩子来 然后透过更多的这样的相处 专心的相处 他们可以发现到小孩的一些进步 还有一些小孩基本上 他到底跟其他的小孩 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 是 所以可以让这些家长提早发现 然后也透过可以长长的来 也达到一个对小孩有一个 这个 这个 一个 这个 方式 学习 对 是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想请Ivy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之前有没有像是 小孩啊 以及家长 给你们的肯定案例 那也是支持你们情境的动力呢 对 其实 我很感恩 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空间 祝福家庭 那我也觉得我好满足 因为我是带着我的小孩 一起 在做这样子有意义 祝福 这个更多亲子的事情 那一直让我努力下去 因为 真的小孩 生活很忙碌 但是 我每一次想到 哇 来空间的亲子 能够有copy我们这样的感觉回家 我就觉得 哇 这是我一直要做下去的事情 那其中当然有好多好多感人的故事 那有一个指导员有跟我分享过 他说曾经有妈妈 带着小孩进来这样的亲子空间 那他发现 其实妈妈进来的时候 他是 感觉是动作比较快的 雨调也比较高 然后也比较rush的 要他小孩做这个 做这个 做这个 比较 掌控性比较强 那指导员有发现 也有观察 那这个妈妈就说 他要出去空间 他要去 去一下洗手间 那但是去了好一阵子了 后来指导员在外面发现 妈妈 就是有一些 就是很 感觉很疲累 情绪色 对 那指导员就问问妈妈 妈妈你怎么了 那妈妈其实已经情绪到 可能很疲累 非常疲累到一个顶点 所以妈妈就崩溃哭了 那很辛苦 真的一个人带小孩 那指导员就拍拍妈妈 那其实指导员跟妈妈分享了 他看到这个小孩一些亮点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带孩子的时候 我们是生在一个忙点当中 很忙 我们只看到小孩做错的地方 不够好的地方 但是其实我们忘记了 小孩正在成长 他在学习 他不是故意的 他透过这些错误的经验 他才能够再慢慢长出 他自己学习的 这个是一个历程 所以当指导员跟妈妈分享 其实你的小孩刚刚很棒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具体的讲出来 这个妈妈就好受安慰 所以这个妈妈在回去空间的时候 她其实就被 她就catch到她小孩那个美的地方 所以妈妈就跟小孩 讲话的语调就变很soft 也比较慢 那其实后来出去空间的时候 妈妈跟小孩是很好 对 因为其实在过程中 现在的人压力也比较大 可能会因为工作上 以及生活上 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平衡 那可能就会觉得说 这个小孩好像 好像有点难教育 但是好像在这过程中 会可能会有一些摩擦 但是因为你们有很棒的辅导员 可以让妈妈也知道说 怎么样跟小孩相处 也会有一个更好 培养感情的一个点 这样子的次 那在这个过程中 会想请Ivy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对于整体的短周长期规划 是什么呢 我们目前其实很欢迎 我们现在主要因为扩展 开始是在北部嘛 那其实北部真的非常多的亲子馆 然后还有这些空间 都让我们在台北市的亲子 非常的幸福 是 但是我们其实这样的模式 我们有很多的know how 是自制教具 然后怎么样打造一个 我们不管从多小的空间 都可以开始做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很希望能够跟中南部的一些教会 或者是一些空间 他们是可以来跟我们合作 让这样子的一个公益的亲子空间 可以拓展到中南部 甚至偏乡的一些山区 真的是让一些隔代教养 或者是新移民这些 都可以带着他的孩子 来享受这么优质的一个亲子空间 是 那其实刚刚Ivy有提到说 你们现在目前有会想要找一些偏向去做一些合作 那这边的部分可以请Ivy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我们其实各位会在我们的有兴趣合作 都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去看到 有来信来跟我们做一个request 那我们主要有一个分享版 我们主要有三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我们会希望这样的一个教会对象 是可以来到我们北部的培训中心来参观 因为你来了之后你就发现 哦原来这样的一个公益亲子空间 为什么要这样 然后有怎么样的氛围 然后来参加的家 这个亲子是怎么样 你来看到就会比较知道 那第二个阶段呢 我们就会稍微做一下面试 那了解一下 你是不是现在你要面对的是 零到三岁的小朋友啊 你知道吗 这样子的一个交 这个这样的一个互动 然后是不是只有小朋友 还有他的照顾者哦 稍微让他知道他的这个状况 状况这样子 那最后呢都OK了 我们才会进入第三阶段 就加入我们的培训 那我们一年会有两个培训题词 分别是在二月跟八月会发生 是 那如果要来这个加入我们的培训的话 就会也请大家在我们的这个 嗯不知道够不够打 我们有一个官网在这边 有一个call 然后跟我们的IG跟FB 那在上面都会有可以来信 来这个寻求合作 嗯是 如果有对于这个方面 如果有兴趣的都欢迎跟他们合作这样子 那如果假如说今天是一个年轻人 那他可能也想投入像这样子的一个类型 那会有什么建议想给他们呢 嗯第一个当然因为这个 嗯我们面对是一个小姐 有时候是小baby 嗯然后第一个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你是喜欢小孩的 没错 对然后要有耐心爱心 嗯可以从周围的邻居小孩 或者是自己家庭的子子这些 来试试看他们怎么样去跟他们做互动 你要有兴趣喜欢 然后你就可以来这个学习这方面 嗯那其实在这个当中 透过我们的一个培训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空间 我们说我们不会让你每一个空间 老师都长得一模一样 嗯因为其实我们说 嗯好像妈妈就是小孩第一个老师 所以你也是这个空间 你就是一个小孩第一个接触到 教他们新东西的人 是 你可以按照你以前 你可能学的是 嗯以前的major不是教育 你可能是学其他东西的 但是你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 你可以把你的兴趣专长 因为你一定知道比小孩多 嗯所以你就可以把你的兴趣专长 放在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就会长成是你的样子 嗯所以其实我很鼓励 嗯这个现在年轻人 如果你有一份你很喜欢的工作 但是你又好喜欢教育教导 然后特别很喜欢跟小孩相处 是 都很欢迎来来跟我们询问来加入 因为透过这样的空间 你可以创造出一个就等于是自己的一个 属于自己风味的一个小的公益的亲子空间 是 所以就是给年轻人的建议是说 当然如果喜欢想要投入的 那你必须要是喜欢小孩子 那并且是有爱心的 对因为其实说真的 其实教育这个领域 其实很多都是需要一些耐心 慢慢去培养 中间的一些互动啊等等的 那如果对于这个领域类别 如果有兴趣的话 那就欢迎可以找到 Corner of Hope的ivy 来到就是我们的一个 这样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培育的一个场所 对 那我们今天就非常高兴 邀请到ivy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那么谢谢ivy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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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